今天国庆节期间不但电影市场热闹非凡 相声圈也是喜事迎门 似乎各大相声社团纷纷忙着开疆扩图 大家都在忙着新店开业 包括德云社 嘻哈包袱铺 青曲社 听海阁在内的多家相声社团 几乎都有新店宣布开业 比如我们熟知的嘻哈包袱铺 一天同时宣布三家分店同时开业 分别是沈阳吴岳店 沈阳北市店 北京和声会店 另外位于西安的青曲社 也选择在这一天举行新店开业典礼 那就是青曲社一俗社分店 通过班主苗副公布的现场照片来看 真的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十分热闹 苗副本人也亲自前往剪彩 并表达了自己对传统相声发展的愿望 青曲社一直作为传统相声的标杆和代表 长期以来得到了众多主流相声大咖的大力支持 当然这次分店开业 同样也得到了众多相声同行的祝福 像我们熟知的相声艺术家江坤 李金斗等 纷纷在第一时间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 表达了对青曲社一俗街区店的开业的热烈祝贺 但在众多祝福人群中 有两个人的祝福显得格外惹眼 他们分别是曹云金和李金 在这里要住青曲社一俗街区店 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在这儿呢住青曲社一俗街区店 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其实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 着实心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作为曾经德云社台柱子的曹云金和李金 如今祝福同行 本无可厚非 但他们对同样在10月1日宣布德云古曲社开业 却保持沉默 这种态度上的极大反差 确实挺让人不舒服的 因为就在同一天 德云社古曲社也宣布在天津隆重开业 可以说受到了众多粉丝的热烈追捧 其中所有门票几乎是被秒空 观众热情空前高涨 其中郭德纲王慧张云雷等德云社大咖也都悉数到场表演 但与青曲社新店开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德云古曲社的开业并未收到多少相声同行的祝福 当然更不会有曹云精 李精等人的祝福 当然德云社没有收到这些人祝福 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在预料之中的 因为长期以来 德云社一直与一些主流相声同行 在相声创作方面有较大分歧 但对于青曲社开业送去祝福的曹云精和李精来说 他们和德云社之间牵扯的可能更多的是个人恩怨 因为当年李精 曹云精等人的离开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的问题 虽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他们之间的隔阂确实依然没有消除 所以说德云社新店开业 曹云精 李精等人也就不太有可能送去祝福了 但通过近期青曲社员工讨要工资 拉横幅维权的情况来看 目前相声市场并不乐观 如今我们虽然看到很多相声剧场纷纷开业 但其经营状况都不算太好 虽然新店开业是件高兴的事情 但通过现场照片来看 苗副本人 表情严肃 一脸疲态 并未看出十分高兴的样子 前段时间相声新势力洛阳分店 就发生拖欠演员工资以及管理费情况 其中相声新势力通过官微发布声明 表示已经启动法律程序维权 其中拿最火的德云社来说 郭德纲也不得不通过频繁的广告代言 来维持公司的运营 所以说相声市场看似红红火火 实则是虚火罢了 一方面因为缺乏质量较高的作品 观众也逐渐进入审美疲劳 再加是如今娱乐项目逐渐多样化 什么小品短视频脱口秀等也都深得观众喜爱 另一方面来说相声市场看似很火 其实很多相声演员的水平很有限 有的是靠炒作成名的 有的是靠脸 很少有靠优秀作品征服观众的 其中嘻哈包袱部的高小潘 前段时间还忙着靠直播带货赚钱 所以说只有相声界的清诚团结 减少内卷和恶性竞争 多创作一些优秀 有创新的相声作品 相声艺术才会真正谈得上是传承和发展 反之仅仅是口号罢了 这么多家先后开了这么多新店 不难看出市场对相声取义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对相声取义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言 这绝对是件大好事 希望这些知名不知名的相声取义社团 能好好把握机会 在传承弘扬发展传统文化的道路上 越走越稳越扎实 规模也能越来越大 将取义事业发扬光大